天天跟我走 每天一分钟 数次诈指场多年 甚至每个面试问题背后都有前台词 那你这书就教你两招 让你自我介绍一下 你还真讲个人黑历史 其实面试官是要看你的精力 能不能帮你胜任岗位要求 同时看你讲话有没有逻辑条理 让你谈谈你的优缺点和爱好 那他是在判断你这些特点 会不会影响到工作 多讲靠谱认真负责等优点 缺点啥的 讲点无关通氧的小毛的带路 最好还能机智的表现 你怎么扬长避短 问你对公司了解多少 那就是看你在面试前 有没有做准败 对这份工作有没有热情 问上一份工作离职原因 说领导傻逼给你穿小鞋 那面试官指定觉得 是一个问题 他即使更想提到的是 你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规划 离职是为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样显得你上劲了 什么 面试官问你晚上有没有空 约你吃饭 那也不行 那是他想潜规则你呀